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 该漏洞主要影响赛普拉斯和博通的Fuelmac外冷芯片 而漏洞将允许附近的攻击者解密通过空中发送的敏感数据 以赛特的研究人员指出 我们在WiFi芯片中发现了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漏洞 并将其命名为KR00K 这个严重的漏洞会导致异受攻击的设备 使用全灵加密密室来加密用户的部分通信信息 在攻击中 黑客能够解密 由异受攻击的设备传输的某些无线网络数据包 由于赛普拉斯与博通的WiFi芯片产品 已经被广泛用在市面的大多数主流数码产品上 包括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 WiFi路由器等产品 涉及谷歌 亚马逊和三星等知名品牌 而苹果受到影响的产品最多 预计受影响的苹果设备包括 iPad mini 2 iPhone 6 6s 8和XR MacBook Air 2018 苹果表示 去年10月已在MacOS以及iOS和iPadOS的更新程序中 修复了这些漏洞 此外 该芯片也在亚马逊的eChord和Kent 谷歌的Pix Air 三星的格拉X系列 树莓派 小米 华硕 华为等品牌产品中使用 美国科技博客阿斯泰奇纳克表示 KROK利用了无线设备 从无线接入点断开关联时出现的漏洞 如果终端用户设备或AP热点遭到攻击 它将把所有未发送的数据帧放入发送缓冲区 然后再无线发送它们 一手攻击的设备不是在使用线前协商 并在正常连接期间使用的绘画密室来加密此数据 而是使用由全灵组成的密室 此举使解密变得不太可能 值得清醒的是 KROK错误仅影响使用WPAR个人或WPAR Enterprise安全协议 和AES-CCMP加密的WiFi连接 这也意味着如使用Broadcom或C-Price Wi-Fi芯片组设备 则可以防止黑客使用最新的WiFi验证协议WPA3进行攻击 据发布有关漏洞的详细信息的E-Site Research的说法 该漏洞与以前在受影响的各方一起公开给了Broadcom和C-Price 目前大多数主要制造商的设备补丁已发布 这早已不是美国曝光的第一个窃听丑闻了 3月2日消息 最近关于鲁逼孔行动的报道建筑媒体 声称CIA和德国联邦谍报局 几十年来能够秘密阅读瑞士加密公司 CROPTO的技术加密的其他国家的秘密信息 CROPTO出售加密设备和软件 美国和德国情报部门秘密控制了CROPTO 能够自由阅读该公司加密的信息 这一行动令一直以来被认为在国际事务保持中立的瑞士感到尴尬 并可能损害瑞士的国际声誉 虽然鲁逼孔行动多年前就为世人知晓 但其范围和持续时间的最新细节 上个月才由瑞士、德国和美国的调查记者对外公开 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总检察长办公室确认 已收到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于2020年2月2日提起的关于 可能违反出口管制法的刑事指控 声明说 总检察长办公室将在决定是否启动刑事诉讼之前 对指控进行审查并证实媒体的报道 与此同时 美国也正式开启了5G项目的研发 据太奇外部网站3月2日最新消息 为了加快5G部署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于2月28日宣布了一项计划 即向美国本土的卫星公司支付近100亿美元的费用 让他们腾出关键的中频频谱 一共运营商用来开发5G 据悉 中频频谱指的是C波段频谱 被视为5G部署的关键 除了为5G频谱的分发费尽心思外 美国还在努力降低对华为5G设备的依赖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已经打算和科技公司微软戴尔等合作 打造用于新一代5G通讯网络的先进软件 据悉 美国打算通过使用OpenNA来构建5G架构和基础设施 确保未来使用的5G设备以及相关产品都是自己研发的 然而 美国的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泼了冷水 美国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 在华为的技术标准占据主要地位的情况下 若没有华为的知识产权 美国自研5G标准下的软件 将比同类华为产品落后一到两年 与此同时 即便美国一时想在眼下的5G竞争中拔得头筹 可实际美国5G的进展究竟如何 对于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据我国工信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9年底 全国共建成5G基站超过13万个 国内市场5G手机出货量超过1377万部 截至今年1月 华为5G手机在全球的出货量也突破了1000万台 美国能否成功降低对华为5G设备的依赖 我们还不得而知 只是 华为早已将无美国供应链的计划不断推进 而在美国宣布 投资5G之前 华为早就开始行动了 今年1月中旬 英国在犹豫近一年之久后 终于松口 宣布允许华为有限的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 其言下之意即是 愿意为华为5G敞开市场大门 随后 欧盟也明确表示 不会排除任何一家5G网络供应商 就在欧洲市场重新敞开心扉 拥抱华为的同时 华为也回馈了一份大礼 据福布斯中国3月2日最新报道 日前 华为宣布将斥资2亿欧元 在法国建立首家欧洲制造工厂 该工厂将专门生产4G和5G电信网络设备 不过 该工厂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市场 而是面向整个欧洲市场 据华为表示 将通过该工厂为该地区的客户完成订单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营养商 据其估计 该项目将产生10亿欧元的年产值 并将创造500个就业机会 报道称 此举能够提升华为在欧洲市场的地位 并为其在欧洲5G建设市场上铺平道路 实际上 自从在瑞典建立研发中心以来 华为已在欧洲耕耘了20余年 直接和间接地为欧洲创造了近17万个工作岗位 尤其在5G的部署上 更是走在前列 当下 英德法三国都对华为5G大开绿灯 而加拿大近期对于华为5G的态度也出现了松软 不过同为五眼联盟的成员国 澳大利亚确实施以相反态度 据了解 澳大利亚是当前西方大国中 唯一具用华为5G设备的国家 不过根据英国牛津经济咨询社的一份新报告显示 在拒绝让华为参与5G网络后 澳大利亚建设5G网络的成本将激增30% 不仅如此 这一限制或将导致澳大利亚5G建设再度延迟 这将在2035年给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带来高达82亿澳元的经济损失 可见 拒绝华为之后 澳大利亚的5G建设不禁反退 并还面临诸多问题 不仅是占领欧洲市场 华为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近一年来 华为的表现让谷歌十分头疼 继鸿蒙系统之后 3月2日有消息称 华为搜索已在海外测试上线 预计很快将登陆华为应用商店APPGallery 尽管华为还未回应此事 但根据目前谷歌对华为的业务封锁 以及华为此前宣布的生态规划 上线搜索也是避走之路 据悉 谷歌已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 予恢复于华为的合作 华为搜索APP拥有探索搜索与我的三栏 其中探索界面拥有搜索框 小工具与资讯类信息流三部分 从实际情况上看 华为搜索APP将提供网页图片 视频 新闻和本地内容搜索功能 以及为用户提供反馈功能 安装界面显示 华为搜索APP快速答案激发您的灵感 和探索世界的兴趣 以最佳的本地化为您提供智能服务 除了华为搜索应用程序之外 华为还拥有自己的华为浏览器 该浏览器具备完善的搜索功能 华为搜索APP被视作华为HMS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近期 华为围绕HMS动作频频 2月底的发布会上 华为在欧洲发布了HMS Cool 4.0 和更完善的应用商店APP Gallery 并推出了首批搭载HMS服务的华为手机 荣耀V30 Pro和9X Pro 目前该应用正在接受内部测试 尚未公开发布 但外媒预计 华为色气将很快在APP Gallery上线 在华为突飞猛进的同时 中国芯片也迎来三大爆发 近日 外媒一则报道指出 随着全球对智能手机 智能手表等各种电子产品和智能产品的需求高涨 也将带动对半导体元器件的需求 预计明年 全球半导体元器件的出货量将再次超过1万亿件 达到10363亿件 较2019年增长7% 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即将迎来复苏之际 我国的芯片产业也传来了三大好消息 据快科技报道 作为中国新企业重要代表的合肥长新 今年的DDR4内存芯片产能将扩展到4万片晶元每月 这个产能大概能在全球内存芯片市场占据3%的市场份额 据悉去年9月合肥长新宣布其DDR410NM内存芯片正式量产 成为国内第一家内存芯片供应商 此外长新还奋起直追 通过耗资25亿美元 研发出了10NM级的自主产权的内存芯片 欲对世界一流内存芯片制造商进一步追赶 另一边 作为我国的芯片大户 华为在2月24日当天发布了800G模块产品 其中采用了自主研发的DSP芯片 据悉 800G模块的配套芯片主要是光电子通信芯片 用于完成光电信号的转换 属于通信核心器件 按照华为的说法 800G模块产品支持业界最大的单签48T传输能力 相比业界能力高出40% 在上述两家企业传出好消息之际 去年宣布完成14NM芯片量产的中芯国际 也在2月27日当天对外透露 万众期待的7NM芯片 有望在今年第四季度小规模生产 此外 中芯国际还在进一步研发 7NM工艺的低功耗高性能版本 N加1 N加2代工艺 据悉 目前已有部分客户 选择导入中芯国际的N加1 FanFight工艺用于芯片生产 早在此前 就分析指出 未来三五年 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迈向中高端的黄金期 不得不说 在上述企业取得一系列突破下 无疑再一次对中国半导体产业 产生重大利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